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地的朋友不记得这个名字 一定记得那一张图片 拿着AK47 AK47 我有啊 说是永远藏在香港人民的记忆里 但是他是个大盗 是个著名的汉匪 而且据说这是当年的一个时代 是不是嘉惠 就是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就是说这种有些汉匪 广州话讲吃大茶饭的年代 像张子强绑架李嘉诚的 其实张子强本来就是要连同这个业绩欢团伙 一起干一票大的就绑架李嘉诚 对 没有 其实那时候几个强盗啊 就主要有三点 让大家觉得非常震惊的 第一点是目标人物 都是最厉害的那一层嘛 高党嘛 高大上 李嘉诚 甚至好像传说还要绑架当时的英国总督啊 香港总督啊 港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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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查他们有一张名单 后来他们公布案情啊 有一张名单 所有香港十大富豪 一个一个还做资料收集啊 比你那个凤凰台三人情的资料还多啊 你知道吗 一堆 然后第二个呢 是什么呢 那个武器厉害 我们那时候哪懂啊 什么AK47了嘛 出来我们每个香港人都变成武器专家 还有手楼弹 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了 串联 那个物楼啊 他们在香港几个大道要联合起来 还去内地找他们的同伙 那后来当然都被抓了抓 关了关死了 那业绩欢啊 让我们觉得有点反高潮啊 因为我们想的这种大道啊 最后应该死得非常轰烈嘛 我们看电影啊 都身中47舱而下 他不是啊 他好像说从哪里偷渡回香港 对 然后在码头被两个小警察抓到 然后绑 还把他打了残废 这个事情我记得 为什么呢 就是他那一年就再次登陆香港 被打中脊椎啊 从此下身瘫痪了 当时呢 我也偷偷潜入了香港 为了筹办伟大的凤凰卫视 我也是1996年 他从携带大批 携带枪械炸药 从西环那儿那个登陆 所以我可以做 当时文涛 携带了大批的安全套 从黄埔 黄埔码头 登陆 对对对 我也是吃蟹登案的 然后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当年判 我记得判了36年吗 判刑 你看 哎呦 他进了监狱以后 就是实际 要不说这个人真是凶悍啊 就据说在这个坐牢的时候 因为有人给他洗褥窗啊 洗着洗着 他拿一把这个圆珠笔啊 都袭击这个管教啊 就是叶济欢 你看 每一次带他到医院看病 都得重兵把守 因为他曾经啊 上一次坐牢的时候 利用看病之机啊 拿了那两个玻璃瓶子 就跑了 你再看下边 你看 这就是载入香港史册的 一个著名的图像记忆 就当年一脸洗劫多家金铺啊 然后这个 他主要特点是敢于开墙 就是在大街上跟警察 我后 我记得我96年 我甚至当时还听说 好像香港警察就是因应这种犯罪啊 增强了他们的重武器配备 因为当时警察那个左轮枪 你根本没办法跟他练啊 当街就是AK47 就是叶济欢 你再看下边 你啊 咱们的刁悍 呃 原初于广东海陆峰人士 叶 叶 叶济欢 有时候啊 死是死于癌症了 死是就前些日子死的啊 有人说是命啊 因为一些懂得算命的朋友说 你看他刚那个照片长的样子啊 眉毛 好像刀一样的 眼睛鼻子 我们看到香港新闻好几个人啊 以前 现在的不说了 以前1966年 香港因为那个坐船 不是天心码头吗 坐船嘛 那个票价涨了五毛钱 五毛钱 不是五毛啊 五分钱 五分钱 当时没有很多也没有打腾小 影响民生啊 那当时有一个17岁的年轻人 一个人突然就跑去抗议 绝食抗议 然后就引爆了香港的本土运动啊 争取福利嘛 运动 那那个人呢 就跟叶季欢 长得一模一样 后来香港新闻 你看到都长一模一样 有人说从命上学来说呢 长这种样子 你生命里面注定 要做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 可能是好 可能是坏 你看嘉辉现在对这个有研究 最近嘉辉帮我一个忙 你知道吗 但因为他帮的这个忙呢 解释了我原来的一个疑惑 就是我最近 就是我在香港的房子里啊 我觉得就是诸事不顺 特别人也爱发脾气 对吧 所以呢 后来因为我听说呢 连贝玉明老爷子这样的人 来到香港设计中银大厦 都不得不同名义 就是要看看风水 顾虑一下这个风水 所以呢 我也产生这种犹豫 我就找嘉辉 我说哎 你给介绍个那个什么风水先生 什么的 嘉辉就介绍 虽然我也没有找啊 但是呢 我就按照你给的那个 我就看他的资料 我发现 意外帮我解答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你记得前两年 出过那么一个事 大家都觉得这是对风水师的一个打脸 是吧 就是说呢 香港有个风水师 帮着人家看坟 结果呢 坟就塌了 把他给压死了 对吧 也风水佬 自己看坟 怎么看着看着看着就挂了 把自己给看挂了 哎 你那天给我那个风水师那个网站 我又发现他里边专门对此有一个论述 就是说啊 这个风水师啊 你他他给你这个看啊 那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对 就是说因为呢 这种天机不可测呀 他给你看的时候所有 基本上你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那些负能量 那些灾变 那些很多阴气啊 实际上都上了他的身 所以很多风水师啊 实际上他也是雷锋啊 虽然说捉一点钱 就是说他们得做很多法 才能这个攘除自己身上 沾染的这些不好的能量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个解释 就是风水师会看坟的时候 就没压死了 别怕不能量太强了 对啊 文涛后来还是没找 还有我花了好多时间跟那个人窜工 要多收多少钱 我告诉你啊 民主持啊 很有钱啊 我们坑他一笔 收过五六千万不成问题了 下次我再找他去我们那个烂尾楼去看看 但是你知道 就是不光香港人信这个风水 我现在觉得 河上看风水 我现在考考你们的一个生活常识 河上街上碰见河上 给你看像看风水 靠谱不靠谱 不靠谱 或者能不能相信他是河上 不能相信 你就还有这个警惕性了 对 因为最近呢 我跟你看 就是日本啊 抓了一个中国和尚 为什么日本抓一个中国和尚不容易呢 就是说 这是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这是日本首次公开逮捕中国假和尚 所以日本人忍了很久 你可以看看这个 就是这个哥们啊 一名中国籍男子以观光名义入境日本 假扮僧侣在东京都内 骗外国游客 遭日本警方逮捕 就是他54岁啊 他就是在这个上野秋叶园呢 卖这个用极低的这个佛珠啊 什么吉祥福啊 对十名外国游客 行骗 对吧 然后呢 但是我觉得日本真是小题大做 我说得手金额两万日元 人民币一千 我们再看看 就是这个你看 他卖他卖的这些东西 佛像啊佛珠啊那些的 对就是因为他是向外国游客 外国旅客 你看这是啊 就是这就在在在日本街头 他是向外国旅客展示寺院照片 派发英语传单 声称呢要重修重修这个寺庙 你看你看这也是啊 日本的这个这个街头 所以呢 日本警方现在怀疑 他们是个有网 一个一个犯罪 涉嫌犯罪的网络 这个网络的大扁营呢 在中国南方 遥控是吧 这是一条龙服务 不是 日本是第一次公开抓啊 我跟你说 现在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纽约 细尼 什么新西兰 欧洲多个地方 现在都发现 就是中国假和尚 没有那你做 他的案的重点是什么 因为 到底是因为他假扮欺骗 还是因为他跟 因为他路径拿旅游签证 是不能赚钱的 不管你 真和尚假和尚 因为假如就算你是个真和尚 按法规来说 我在路上筹缓 卖东西 一样抓 不管你真假 那不是真和尚 你也是非法劳工 对 没叫做非法打工 但是你真和尚化缘 你能不能理解成 那是他的工作 没有 那他得到的捐献 你能不能理解成 是他的工资呢 文涛老兄 所谓化缘 你从佛学的角度来看 你无法证明 我可以真的是在化缘 比方说 你说我不是和尚 当然你出家 有生蝶 在某个没有证明你出家 可是我自己剃了头 穿袈裟 我可以穿 然后我可能你不排除我 拿了这个钱 我真的明天就去捐给那个庙 很难讲 甚至你倒过来说 我是那个真的是得道高僧 我来街头引导你 长阿含经 中阿含经 什么经好多 里面都有这种故事 对不对 然后变身成为什么 然后来引导你 有时候变身为妓女 有时候变身为僧人 有时候变身为道士 你就喜欢变身为僧人 但是我觉得化缘的意思是说 他比如说他是不求你什么 他没有一个利益 你看他是拿东西去换 你说不好意思一个佛像 来个两百万 或者是来个这个佛珠 来个多少 他是在卖东西给你 可是我们一般的化缘 是这个随喜 就是说你愿意给他多少钱 是我自己心安全性给你 那我也不求说你要 他这个没有对价关系的 就算你给我一个苹果 他也是一个 他也是给我的 就是给我的 捐给我的一个缘分 他对东西是赠品来给你 但是你知道 我都不知道 你像台湾真是佛山处处了 是吧 但是你知道 这个大陆不太一样 这个上海玉佛寺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法师啊 他列出来九个九点 觉醒法师 你看觉醒法师是觉醒 他就是按照他说的这个 就咱们以后在中国大陆 你碰到的这个和尚 我跟你说 要钱的都是假和尚 算命的都是假和尚 因为这都是根据这个佛教纪委 佛教没有 佛教纪委 就是宗教事务条例啊 凡正式出家的僧尼 都应该有中国佛协 94年统一印制编号 省佛协颁发的 正式戒谍 当然问题是戒谍 假的也很多 我怎么说 他的戒谍是真还假 然后呢 你看他主要是 这个上海佛教协会会长嘛 觉醒法师说 按照中国国情 佛教没有脱钵起食的习惯 而且也不是中国僧人的 日常生活习惯 如果发现有人给你要饭 最多你可以施舍他一个饭 但是钱 不可以 不就是假的啊 然后呢 这个僧人脱钵 是不会涉及商业交易的 比如说卖这个护身卡 然后呢 这个出的就是像乞丐一样 在路旁放一个念佛经 念佛机之类的 坐等行人往他的玻璃扔钱 出家人乃人天师表 此等乞丐行为 肯定不会发生在真正出家人的身上 然后这个包括这些卖东西的一些僧 甲僧人冒充寺院派出来化缘建庙的 按照目前的相关法律法规 不允许个人在公共场所募集资金 现在的寺院也不会违派某一个僧人 外出化缘盖庙 是吧 觉醒法师说 你们该觉醒了 将将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刚读的觉醒法师 它重点我听到你不断说 不会派人出外出外 那在庙里面怎么算 因为我看过蛮多的报道 是一些名山大的佛庙 非常出名的 不讲名字 很多不同的方法跟你收钱 其中一个我觉得我去了一定中交的 反正说你去 他说放心 我们今天不收钱 生邮都不用签 然后呢 可是 然后带你进一个房间 非常有气氛的 然后呢 给你什么呢 抄金 抄个金刚 金金 什么 你抄了一两页呢 他也不收钱 不会说卖给你 不是说 收你那个墨水费 不是 他是来 突然跑来几个僧人来告诉你 看你那个字啊 那个写法 好像你的有些不好的运气 你有些业障 然后就讲了说了一堆了 然后你最近是不是偶尔会觉得头晕啊 一定的嘛 对不对 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心情好 有时候心情不好 我不愧想 然后呢 这样啊 那你自己想吧 那你后呢 我们那时候呢 才卖一些很高昂的佛珠 什么什么佛经之类的 他们是用这种方法 是在庙里面 非常出名的庙 我们去那些城市 一定要去那些庙来观光也好 拜佛也好 诶 台湾这个佛教气氛那么浓 你们觉得那个假和尚多吗 台湾的假和尚真的还好 因为大家都大概知道说 比如说你说要去捐货什么的 台湾的庙宇已经非常的那个职业化了 比如说我们说好 比如说你要去点灯好了 点光明灯嘛 就直接去柜台付钱 写好名字 专案发字 连僧人都不会跟你接住 它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经营 还会有发票 收据什么的一些 它街上会不会有和尚 街上很少 拦住你传教啊 或者说是什么的 在台湾真的很少 反倒是在香港很容易遇到就是 对 那个我也注意到 有的我们河北口音的和尚 也出现在了尖沙嘴 对啊 好服气话 我跟你说 我刚才讲这个玉佛寺 最近还有一个 有个上海阿姨 就在这个玉佛寺附近 也给骗的 就是骗了九千多块钱 然后你看她的招是什么 所以她就真是利用你这个迷信 这个大妈呢 自己还分辨 就是有一个女的 拉着她 哎呀大妈 你这个气色呀 有点问题啊 平堂发 哎呦 刚快找几个和尚给你念经吧 嗯 签到一个小屋里 里边撒和尚 然后这大妈还听呢 大妈 上海大妈也挺惊的 是吧 她就觉得呢 她愿意给那个比较年轻的那个和尚 多一点钱 那俩和尚她怀疑 假念 她有点怀疑 因为呢 她觉得那个年轻的和尚 好像能背过几句 什么观自在菩萨 行神博恶 哎 然后最后就是说 说不行 三个和尚都得给 一个人给三千 总够给九千 天哪 然后大妈说 我身上就带了两百块钱 怎么办 然后那个女的就说 说没关系 我先帮你垫上 哎 我先帮你垫上 大妈怎么会乖乖的 就回了家 又把钱来填上呢 这里边关键的科目在这 就是这女的 啪 拔了大妈三根花白的头发 就说 你三条命在 我这个地方 你如果这九千块钱不送来 你全家 完了 这大妈 这上海阿姨 真的拿九千块钱送来 现在也给抓了 这肯定啊 那应该是她拿了之后 第一件事先转头过去 先报警 直接把他们整个 全部都带走了 下次大妈要记得 第一不要被随便没拔头 把第二警察局都很近的 赶快去报警才对 尖沙嘴很多 我记得 尖沙嘴好多 我是有偏心的 我不太想批评 因为有一次我在尖沙嘴 就是出现一个和尚 我听不出是不是河北 徐家双口印了 反正和尚 碰到我干嘛了 冲过来 嘉辉博士 我是三人型的粉丝 我正要感谢他嘛 阿弥陀佛 他伸走来跟我窝 我又不晓得要窝不要窝 那跟他窝了 那我一看就是假和尚了 因为他身上也是背着一个包包 看到他包包里面一大堆佛珠啊 佛经啊 上面还有价钱标签 佛叫消费品 贴着15元 20元 100元 可是那个毕竟人家是我们粉丝嘛 是那个观众 你有申请供款支出吗 请供那个 我们给他买个 总是有缘嘛 一个和尚 你连真和尚是我们粉丝 我不惊讶 连假和尚也是我们粉丝 有水平 那我觉得说 所以我是不好说话 不好说话 那你有跟他合照吗 他没有啊 我还想说 如果你跟他合照 那你小心 他下次就会说 你看我这是高僧圣人 你看连马老师都帮我这个 帮我加职过跟我合照了 高僧大德 你说就是中国 像西方啊 他经历了一个 就最早的原始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万物有神 万物有灵 这个叫泛神论 对吧 然后呢 西方到后来就变成这个 一神教了嘛 好像一神教 意味着宗教的另一个发展阶段 他我不知道他们对中国怎么分析 但是我要照我说 在中国老百姓里 一直就是泛神论 就是说什么东西 或者就是 所以你一直到到现在 这个街上大行其道 而且那种很多民间信仰 你最近你看见一个微博 有一个人写文章 传的挺广 就是叫什么 采生哲歌 这样的一种现象 他也是在破除一种很恐怖的传言 比方说 我们一般就是说 这个到这个这个 乞丐集团 把别人家的小孩 给弄出来 然后呢 把这个胳膊给他打折 然后呢 你看咱们经常听那种故事 就是我在大街上 有的人啊 手往我脸前一挥 我当时就没有知觉了 醒过来的时候 我躺在一缸冰水里 肾都没了 然后有个纸条 说赶快打急救电话 肾什么给搁走了 最近有篇文章出来说 这都是胡说八道 这是从晚清的时候 就有这种传说叫叫魂 就是实际上 你没有想一想 对于一个一个乞丐集团来说 他把你截肢了 对吧 他能让你活下来 怎么护理你 对吧 这还不如直接 弄一副女脉了 还能值钱 这种不仅是晚清中国了 研究那个民俗学的 告诉我们 全世界一样 好玩的 全世界所有的地方 所有的社区 那种传说 几乎整个结构 有一模一样 个圣 或者说陌生人 一个陌生人来到村里面 突然搞乱了 把小孩带走了 或者说一些老人 你看到了 被 里面被标签为不好的人 一定是主要是陌生人 老人 然后还有什么 女人 总有个女妖 还有去旅游的时候 心情太好了 完全忽略 就是警觉心太低了 我记得我以前 有一次去伦敦的时候 然后就走到 要往那个国会大厦 那个大小厂 天气很好 风景之美 然后我就边走边走 就有一个阿姨 是一个外国人 外国人就跑来 就说啊 这个漂亮的小姐 在那边讲的花 就是天花乱坠 她说你可以 就是一块钱 然后给我一朵花 是那种棉纸做的红色的花 很烂的一朵花 她说可以一块钱 雪楼花 就是一个烂东西 然后她就说 啊这个小孩 就是小孩子的义卖啊 或什么东西的 可不可以花一块钱 我心里想到一块钱 也还好吗 就是你当下真的没有想 然后我就打开包 只有二十磅 结果我就说 可是我只有二十磅 她说没关系 她就把我钱拿走了 我说 不是 当下二十磅 风景游人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咱们不能光说 这个中国假和尚 在外国给抓了 咱们也得说说 这个某些外国人 在中国也很活跃 但是他们倒不是坏人 因为最近有一个纪录片 在参加一个 国际纪录片的电影节 这个拍纪录片的 这个小伙子 叫这个David 叫David 2012年的时候 这小伙子 在成都溜弯的时候 突然有人 这个 有一个中国人 有一个说经纪人 说请你参加这个演出 第二天那个房地产开盘 然后就是说 那个说 我只会吹点那个萨克斯 没没都没关系 于是第二天 他就出现房地产开盘的 这个舞台上 被介绍为是美国著名的 黑管演奏家 然后音箱反正放着 跟现在歌星假唱 没什么两样 他照模作样 但是呢 这小伙子是个有心人 他是个学者 研究的是人类学 他是个人类学博士 所以呢 他通过这次的遭遇呢 他发现这块土地上的 这个人类 很值得 研究 最后他发现 他的同类啊 在中国各地都有 然后这帮外国人 还自嘲 他们对自己有个称呼 叫white monkey 白猴子 叫白猴子 所以他拍了个纪录片 叫梦想帝国呀 就是拍这个 在中国的这些 各种各样的 就是办的 比如对他来说 他说 我这个职业生涯当中 就是风险最大的一次 是在西安 那次呢 他说我被要求 扮演成那个 美国大使馆的参战 而且呢 他说还 主办单位还要我呢 在那个开盘仪式上 说奥巴马总统 很清楚 这已经是 哇 这个过程 那去诈了 诈期嘛 百名诈期 因为这种香港也有 有时候啊 当然香港是合法的 我们在这样的社会成长 我真的不觉得了 直到有人提醒我 我记得一个老外朋友 提醒我 家辉 为什么你们香港的 楼盘广告啊 都是外国人 越是豪宅 对 总是一个老外 一个外国美女 好像你一买了 搬进去 你就会突然长高了 长了一八 长高变白 一八零变白 变成外国人 然后那些演员哪来的 都是 都是model公司请来的 香港 但我就不懂 但是好像还真的 还挺有效的 就是大家总觉得 你能够请到几个外国人来 还是这个地方 就特别好 对吧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平常出席一些商业活动 我现在都明白 那些来自各国的专家和领导 都是什么人 而且当时里边讲的故事 特别有意思 说有个法国老外 老外你看真是认真 职业道德 没没 1500吧 说是去演个贝斯 最后呢 老外就觉得呢 我自己确实得会点贝斯 然后呢 就用这个劳务费啊 自己业余学这个贝斯 现在这个法国人呢 真成了巴黎一个著名的贝斯 也很严重 他好有职业道德 有职业道德 我觉得旁不只是像这个 还有之前之前这个各地举行的选美 什么什么什么的 世界选美小姐 然后每一个人都扮演 不是自己国家 都随便乱来的 我想说巴西小姐 巴西小姐是谁 是你是你 可是我是乌贺兰来的 就是为大家一阵乱 那上号 就外国朋友都觉得好有趣 但我只是觉得 怎么会大家这么喜欢 外国人在这里表演 外国加持 就是楼盘国际化 这个色彩出来了 当然现在他们主要啊 北上广已经很难混 主要是二三线城市 还是 我想知道泰国的 就换泰国的那个 对